虽然对早泻的概念还有各种争议,不过按照和对健康的定义,男性早泻也就被当成一种病了。 其实,有研究发现一小部分女性,也会出现类似男性早泻的情况,只不过受关注程度就很低了。 为了和男性的区别开,我们暂且叫它,高潮过早来临。 针对这一问题,葡萄牙研究人员专门做了一项调查,发现并非只有男性才会遇到早泻现象。 少数女性也面临高潮、过早来临的难题。 调查结果显示,有四成受访女性坦诚,出现过早泻的现象。 这项研究结果被刊登在了《性学》杂志上。 为了搞清楚女生们到得太早的问题,他们又找了一群18至45岁的女性,做了一个问卷调查。 比如会问她们是否曾有过早高潮的经历了,是否为该问题感到困扰了,对现有两性关系的满意程度了等等。 最后有差不多500人完成了问卷。 结果是,40%参与调查的女性,表示出现过到得太早的情况。 14%的女性长期这样,3.3%的女性情况更严重,已经可以算性功能异常了。 研究人员认为女性到得太早,属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一种,通常指的是女性的性反应过快,一遇到刺激,生理反应直线上升,简单来说就是过早达到,随后将会伴随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双方。 有个女生是这样描述自己早泄的,和男友刚刚开始前戏,自己就已经到满足了,但是男友才刚开始,她想继续。 但是,我已经不想了,原来还会有女生因为高潮来得太快了而不爽啊,到得太早怎么办?长久以来。 女性性功能障碍并未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,虽然男性早泄已被正式列为性功能障碍疾病,但女性早泄还面对着无从分类的窘境。 国内专家也有对女性早泄进行研究,后来得出结论,女人的早泄是心理障碍,不是生理,也就是叫做心理病。 同时,专家建议不要过度纠结这个问题,应该适当地放松心情,树立自信心,必要时可以找心理医生进行心理疏导看看的,不管是太容易高潮还是很难高潮,大多数情况都不是严重的疾病引起的,经过沟通和技巧修炼都能有改善。 如果把男性阴经勃起看作是检验其性兴奋的唯一指征,那么也容易把女性的阴道润滑,看作是女性性兴奋的唯一指征,女性便对阴道没有充分的润滑,而充满忧虑或感到压力。 生活中有一种较常见的女性疾病,即有性欲要求,但当性冲动或与男性接触时,阴道内的分泌物大量排泄,与男性的早泻或建议性及华经之症十分相似。 有人称之为女性阴伪,在性胶时,女性如出现阴伪症状,性欲也随着阴道分泌物的大量排泄而很快消失,阴道随即干涩,性胶时便会感到难受,或是全身发抖,严重时会出现昏晕而失去知觉,也有阴伪却不出现排泄物。 虽然有性要求,但无性冲动,因阴道内缺乏分泌物而干涩,以至于性胶时毫无快感或感到疼痛。 一般来说,女性对任何形式的性刺激,所发生反映的第一个生理迹象,是阴道润滑作用的产生。 在有效的肉体及心理刺激开始后10至30秒内,润滑物质就会出现在阴道壁上。 正常情况下,会随着性兴奋程度的加深,使得散布在阴道壁上的小水珠融合,在整个阴道壁上形成一层光滑闪亮的被膜,随着性刺激时间的延长,性刺激力度的加大。 分泌物会增多,这种分泌物是阴道静脉血管充血的结果,由充血组织渗出清液质阴道壁内面,形成阴道润滑。 但是,当女性体质虚弱,或出现肾阴虚、肾阳虚、心肾不交等症状时,便会有这种因为早泻的现象出现,严重的甚至一拥抱接吻。 阴道内就会出现大量排泄分泌物,随即便很快出现阴道干涩,肢体软弱无力,性交时毫无快感,甚至疼痛。 有这种早泻症状的女性,平时经常有头晕目眩,身体疲乏,手脚无力,腰酸腿软,睡眠欠佳等症状相伴,女性生殖器官不像男性。 男性若早泻严重或阴晶微软,是无法进行性生活的,而女性因为早泻却不然,只要男方不出现阳尾,性交仍能进行,但女方感到的是疼痛不适,经常如此,可造成性冷淡,之所以在结婚五年里从未有过性高潮,对性生活较冷淡,可能是由于甚虚所知的因为早泻,导致她虽有性欲,但不能持久,虽有润滑,但排泄过早。 而丈夫又不了解女性的这一疾病,以为妻子能出现阴道润滑,就能够过正常的性生活,当她得知妻子从未有过性高潮时,还以为是自己的准备工作不充分,前夕不够所知,在这次刻意营造的性爱氛围和过程中,她诚心诚意想弥补自己的过错,尽心尽力为妻子助性时,却出现了女方隐藏的因为早泻症状。 如果发现女方有早泻现象,男方要顾全大局,不可只顾自己快乐,而不顾女方的感受。 要去医院诊断治疗,比较理想的是中药治疗,同时,要禁忌性生活,戒烟剂酒及辛辣刺激物,避免不良刺激,注意身体锻炼,休息及合理饮食等。 在临床上见到女性高潮后阴道分泌停止,性生活无法继续的案例较少,一般女性高潮后阴道分泌物会瞬间增加,而且对性刺激敏感性增强。 这时,阴京的抽动会给女性带来更丰富的性兴奋,于是很可能出现第二次高潮,即实现夫妻同时性高潮。 因此,很多体贴的丈夫,都希望在射精前妻子先有高潮反应,这样男性会得到心理生理的性满足。 如果我们将这种情况,也称之为早泻的话,岂不可笑? 男性早泻的诊断标准在于女方是否满足,因为男性的不应期,决定了射精以后不能再维持性交,如此类推的话,女性早泻的诊断标准也应是男方是否满足了,因为女性没有生理不应期,所以仍然会和男性一起继续性交,并且高潮会让女性更敏感,让双方感觉更好。 看起来,女性现有高潮应该是好事,为什么反而变成了坏事?如果男性不满足,显然是无法继续性生活,那么这是违背大多数情况的,我们应该关注这种少数问题的原因,而不应该说女性很快达到高潮不好,而扣上一个贬义的早泻的帽子。 据调查者称,女性的过早高潮也会困扰着她们,这种压力对于她们来说跟男性早泻一样。 一名参加研究的女性表示,我很快就到了高潮,但是我的男朋友却还没有感觉,我觉得非常困扰。 另一名女性则称,在过早到达高潮后,我发现自己很难再继续下去,心情也有所变化,这让男伴有种被排斥的感觉。 其实我们的关注点,不应该是女性的性高潮到来的时间是早是晚,而应该是为什么男性会对此不满意? 为什么少部分女性会在高潮后丧失性感觉? 为什么性高潮早于男性,会让女性觉得困扰? 她们困扰的是什么问题? 站在女性的立场上,站在两性和谐的立场上,研究女性性功能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。 好了这期,我们就先说到这里,我们下期继续讨论有关两性的话题,欢迎关注我的频道,我们下期再见。